中国的每日邮报报道说 马来西亚的警方证实 MH370的调查工作是涉及到了 飞机上的一大批的山竹水果 重达是四吨 目前正在调查 这批山竹是不是有被植入炸弹的可能性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 马来西亚警方询问了 与这四吨山竹有关的每一个人 包括是谁订了这批水果 是谁付的款 是什么人将这批山竹 从果园中打包运往了吉隆坡 以及采购的价格等等 报道称 调查人员目前怀疑 重达四吨的水果中 是否可能被安放了炸弹 马来西亚警察总长哈利德·阿布·巴克尔透露 警方已经掌握了飞机失踪的线索 但他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 到目前为止 马方没有向外界公布 失联客机的货物清单 不过已知的是 货物中包含了易燃离电池 但马航声称 只要电池按照国际标准包装 就不会存在危险 另外经过三周多的调查 马来西亚警方公布了 对马航MH370航班的最初调查结果 结果显示 机上227名乘客 却没有对客机实施犯罪行为的悬疑 而对两名机长和10名机组人员的调查 仍在进行 由于飞机的货物当中 隐藏了炸弹 最后导致空难 虽然也是有过先例的 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有哪些例子 你比如说像洛克比空难 当时由于强力的炸药 一枚电池和一个电子计时器 组成了这样一个伪装的炸弹 这个伪装的炸弹是放在哪的呢 你看一下是被恐怖分子 是放在了一部东支收音机里面 装在手提箱里面作为托运的行李 运上了飞机的货物舱 但是它是乘客的行李 并不是货物 所以需要经过的检查的程序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航空专家看来 要想在货物当中藏炸弹呢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国际航空的客机的运送的货物 怎么样来确保它的安全性呢 MH370上山竹里面藏有炸弹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们再来听一下 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张启怀的分析 今天货运呢 你要申请 而且要填写申请单 并且呢 有个货运登记单 同意以后 符合条件以后 要对货物 报品名 重量 还要经过严格的 这个安全检查 要如果运送 这种食品 或者说呢 水果的话 还要经过检疫 特别是国际的运输 防止把我们本国本来就一个国家没有的这种一些害虫 把它运送到另外一国 另外呢 就是说 它经过X光 对于货物是什么样的东西 它在X光中看得很清楚 如果在这个中间发现 有 比如说有液体 或者有其他的物品 发现以后 立马进行防爆检查 而且呢 要拆开检查 就是目视检查 所以这个检查呢 是要经过货物关展六项的 这样才可以运送到 飞机上 所以说呢 无论是货机 还是客运飞机的货运输 都是非常严格的 甚至我们说 这种货运 它的安全检查 远远的严格 比这个你随身携带的物品 和你可能自己拖运的物品 经过的这个程序还要多 谢谢张旭怀的分析